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卫罗素 巴鲁艾克 网友们和苏文 网友们和苏文 Lucaš 香øy 德西德里奥 这些大名鼎鼎的名人使用的吉他 都来自于同一个制作学派 这个制作学派撼动了吉特的制作史 这个学派的名字叫德系双面板 德系双面板是一个现在最为广泛 被演奏家在音乐会和国际比赛上使用的吉特流派 却直今为止 也是一个仍然像民意般存在的学派 国际上没有任何一个纪录片 或任何一个文献 诉说他的前世金手 今天我把这个学派的故事从头到尾的讲给大家 我是李青川 12年前来到德国 作为中国历史上出国留学学习古顶吉特的第二代人 到了德国我当然是第一时间听说了达曼和瓦格大的吉他 并且听说了德国双面板的学派 那么是谁具体都做了什么 我是很多年后才亲耳从他们口中听到关于他们的故事 这里请听我晚晚到来 达曼本身是一位演奏家 他曾在法兰克福音乐学院学习古典吉特演奏 他在不满意自己的吉特声音的情况下更换了他自己吉特的面板 由此开启了一个改变制作历史的天才制作家的生涯 换了他自己的吉他面板六年以后 他获得了当时最著名的吉特比赛 巴黎国际吉他制作大赛的金奖 这是当时国际上最重要最重要的吉特制作比赛 而且当时的评委会主席是国际级的吉特制作大师 丹尼尔弗雷德领袭 从达曼获奖到现在已经有三十年了 他琴是当今在世的制作家中最贵的 同时也是最低产的制作家 他每年只制作四支期 然而全世界几乎每一个演奏者都没有想拥有他所制作的乐器 有名的制作家都是有一个叫做Vitin List的单子 等待名单 一个一般来说世界著名的制作家 大概有三到五年的等待周期 这和一个爱马仕皮包的形式是一样 差别在于小爱马仕这样的品牌 它是故意制造这个饥饿营销的效果 然而一个乐器的制作家是因为他每一个细节都是自己用手工去做出来的 他制作一个琴的时间大概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长 所以产量非常低 好的手工制作家 制作一把琴的时间差不多是两个月 然而他一年基本上做的琴是十把 达曼每年的产量是四把 他在每一支琴中投入了非常多的兴趣 保守的估计达曼现在等待名单上应该有差不多500个全世界翻译 他一年做四把等于他要花一百二十五年的时间去完成所有的订单 他今年是六十八岁 我们期待他长一百岁 之后关于他如何制作在这个视频中 会有提到制作的细节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他只做了四把琴 关于达曼的故事 会应各位朋友在评论区评论 我也会在评论区和大家讨论回答大家的问题 在视频的结尾我会打出一个 德国双面板制作家的名领 这样更方便大家去参考 关于音乐乐器整个行业 学习念书就业甚至乐器方面的各种经济学内容 可以发给我 这个会使我做下一个视频主题 很开心和大家以这样的方式相见 我是李青春 下次见